在2010年 信主的張文慈是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 日前他接受漢洋主持的詩歌有階字幕錄音訪問 帶談入行前後 遇到的各種英歷和感情事 當中更有幾次驚險場面 有之更覺得被羞辱 他指有年生日在夜場登台 唱唱歌老闆推了個蛋糕出來 全場替他慶祝 在握手期間他被人扯了下台 當時穿著低胸露背裙的他 向前扑著人海裏面 有很多隻手繞著他 托回他上台 張文慈說 你想想被多少人摸過我的身 他形容當時都不知道哭不哭好 但人家又不是故意的 最後都是硬著頭皮繼續唱下去